香港南华早报近日发表了题为 一个被中国逆转的世界的文章称 如今深圳是由世界一流企业引领的更大 前运行更好的经济体 以华为为例 为试图摧毁或至少阻止其成为全球武器领军者 美国使出浑身解数 还有许多中资公司脱颖而出成为全球性企业 如今被美国制裁 无异于获得荣誉徽章 印证终极的成功和创新 不知何故 一些香港人抱有一种错觉 总觉得他们的城市比任何内地城市都更好 更优越 他们对深圳崛起的反应类似许多美国人 无法理解通过更可靠经济标志 衡量出的清晰无目的新趋势 尽管按官方汇率计算的GDP显示 美国仍是世界第一 但按照如今许多主流经济学家 更愿使用的购买力评价估算 中国GDP已是美国的1.35倍 即大六分之一左右 美国一些人自欺欺人的认为 那都是假冒产品和知识产权 盗窃使然 数据也是假的 但诸多指标都表明 一个复兴的中国经济体正领先全球 当众多不同且独立编制的指标 都指向一个与你的预期被导而驰的方向时 你或许应重新审视自己的异端 波士顿的卢克斯研究公司 展开一项有趣调查 研究中国在十个产业 八十项技术方面 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对比 发现中国在大多数领域都突飞忙进 2019年中国研发之初 在全球范围仅次于美国 中国的学术研究数古累累 除了数量庞大 随着中国顶尖学术机构 开始在具有突破性的研究方面击败美国 质量持续提升 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 就科技群而言 深圳 香港 广州 仅次于东京 横宾 双尔和北京分裂第三和第四 硅谷仅为第五 科技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基础 到今年底 中国将成为全球唯一经济规模 比年初更大的主要经济体 其他经济体都在萎缩 若你想按针破坏这个经济体 就是在损害全球经济 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就像香港一些暴徒去年所做的 另外有记者还在近两个月 几次凌晨走访越海街道写字楼群 半夜依然灯火通明 不少员工说 美国无端打压中国科技企业后 他们都憋着一口气 克服技术难题 争取把所有领域的科技 做到全球领先水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